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 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 是这样吗 你想多了 叶芳 我想 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有一个机会 洪娟 你累了 去洗澡 我等会儿再洗 我认真的 咱们俩再试试 再试试 你放 洪娟 你 我 你放 放 放 成洪娟 没必要吧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什么时候发现呢 以前有猜到 今天才发现 那这些 不是今天才变出来的吧 你早就准备好了 是吗 叶芳 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 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 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 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 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还有 所有的事 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 不管你的事 你都决定了 你无所谓 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 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 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 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 每次都你说的算 没有一次是我 凭什么呀 凭什么 我去问你凭什么 那你觉得 我哪次不是对的 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没错 我同意 我同意 咱们俩离婚 我同意 房子 钱 全都给你 毕竟 是我对不起你 不必了 这些东西 我都不需要 需不需要 都给你 你放心 我的东西 我自然会拿走 你的东西 你留给我 我也不会要 你愿意留 是你的情谊 但法律上 一定要清清楚楚 随你吧 一方 那你住哪儿啊 你放心 我有地儿住 不会委屈了自己 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 礼尚游不可教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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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方子 喝杯安睡茶吧 谢谢 刚才 国华跟春生打电话 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 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 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 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 我能问 为什么吗 是鸿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 是鸿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 他没说吗 郭华说了 你就是一时气不过 他说我不懂经理 苏 是鸿军给我 你笑人命啊 你知道春生是这么说的吗 他说 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 最不做的 就是叶芳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做了吧 到底出什么事了 怎么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 孩子都三岁了 这得瞒多久啊 你说这事儿啊 这红军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瞒三年 还真瞒得住 不对呀 以红军那性格 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 我告诉你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 你是说 你是说 不过 不管谁在背后 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 对方子来说 都是一样的打击 你放心啊 方子性格坚强 就这点小事 打垮不了他 我说 过来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什么话 他说 这件事 不只是陈红军的错 他也有错 他也有错 什么意思啊 我说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 正派 简单 上进 放眼一看 红军最适合了 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 男人和女人的事 男人和女人的事 这种事情 没法计划 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 我以为可以 我太霸道 是谁 有什么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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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 归根结底 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 还有就是 我不够爱他 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 就像我哥爱着红灵 红灵爱着 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 爱情挺好的 至少真实 他说红灵还爱着你 小梅 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骗了 什么意思 怎么带骗了 你想啊 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 套用到其他人身上啊 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 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 你冲击量就算是一种 一种情绪 情绪 你想啊 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 真正爱一个人 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 也不需要勉强对方 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 而成全对方 我知道 好了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对了 叶芳还说 陈红军和李尚游有问题 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行 我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